老板 我上个月只请了一天家 为啥扣我六百块钱 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呀 咱们公司一开始就有规定 请假一天扣三倍工资 我就扣你六百 怎么的 我请的可是并家呀 况且我还提供并利了呢 咱们公司可没有市价和并家一份 请假一天就扣三倍工资 你给我等着啊 这是我的职场问题解决神器 以后啥问题都不拒 姐妹们 我们老板扣了三倍工资 气死我了 各位行业大佬 你们快帮帮我吧 你们老板是不想干了吧 劳动法规定 职工并驾是有工资的 有佣人单位按照不低于当地 最低百分之八十进行支付 对 宝贝别怕 我这有相关资料 一会儿我私信你 然后你直接找你们老板 对呀 再者说了 他只能扣我当天工资 而不是三天 谢谢你们 看来以后我得多上麦跟各位交流 要我被套了的我都不知道 你又借来干嘛呀 我告诉你 根据劳动法规定 可扣员工工资的 由劳动行政部门 责令用人单位支付劳动报酬 并且还可以责令支付赔偿金 所以老板 你看我是举报呢 还是举报 今天中午大家吃面条还是吃饺子呢 吃面条吧 外面的饺子不知道什么馅儿呢 你觉得呢 听他的吧 吃面条 那你呢 我觉得吃饺子吧 俗话说好吃不如饺子 他既食会又管饱 况且卫生管理这么严格 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 我觉得你说的对 这样大家照顾一下男孩 今天中午吃饺子吧 你俩傻呀 如果老板想吃面条 他会问提撒美人吗 说话办事 一定要抓住对方的心理 给你俩推荐一本书 回头多看 提高一下你的情商 这辈吃不上四个菜 八点半了 大家还没走 工作辛苦了啊 您说话呀 老板 你最近怎么样 工作累吗 累呀 老板 你看我这黑眼圈 抹什么眼霜都下不去 年轻人 多做事 少抱怨 学会合理安排工作 傻呀 怎么直接说累呢 你呢 最近咋样 还行啊 这没多累 对我来说这点活不算啥 看来你工作没饱和呀 来 这个方案交给你了 我看你这个月也加班 是工作很累吗 老板 谢谢您的关心 累是真的很累 但是对我来说 是一次很好锻炼 和提升的机会 我很珍惜 这才是工作应该有的态度 这个月的优秀员工就是你了 你要记住 职场也是战场 遇事一定要先思考 会说话更要会回话 给你推荐一本回话的技术 回去多看看 要不这辈也吃不上四个菜 职场套路对话 小冬 你这次项目立了头功 照这个发展速度 很快就超过主管了呀 哪有啊 我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 况且等我升到了主管的位置 人家主管早就升到更高的位置了 诶 听说李经理和王经理 因为策划案的事吵架了 这一次你支持谁 其实这个事吧 他没有谁接谁错 都是为了公司的发展 你说是吧 诶 小冬 老板让我帮他送个东西 这个策划案你帮我做一下吧 这个我可帮不了你 诶 小冬 这一月工资挺高啊 还行嘛 这一月奖金都给了我点 一个新来的 天天浑水摸鱼 工资比我还高 哼 老板 你凭什么给他那么些奖金 怎么了 怎么了 我们九点上班 他还在吃早餐 吃完早餐就开始逛淘宝 中午没到饭点 她又开始点外卖 吃完外卖 中午还得午睡一个点 下午不是刷豆瘾 就跟别人暴露 她一天工作也就两个小时 她凭什么拿那么些奖金 有道理 去到人事部吧 谢谢老板给我发言 田离职 谢谢我干什么 出去 为什么呀 就这情商 还想撑直加薪 那个女的是谁你知道吗 你哪个是导啥呢 听说小王被炒鱼了 你知道吗 知道啊 这事全公司都知道啊 那是因为啥你知道吗 这我可不知道 它是你手下 你不关心一下吗 那可是老板亲自下的命令 我可不敢关心 你说是不是我们议论老板 跟别的女人 在外边吃饭的事 让老板知道了 这事我怎么不知道 不对呀 那个时候你在呀 是吗 我真不记得了 他们怀疑是我告的命 你说我是那种人吗 你是不是这种人不重要 但是在公司背后议论老板的八卦 那可是大吉 要是谁拿这个去讨好老板 那可是大功啊 没啥事的时候 必老议论八卦 给你推荐一本书 没人三会 会说话会办事会做人 提高一些你的情长 那我这辈吃不上四个菜 早上饭钱我也转过去了 你收一下啊 好的老板 你说这钱 我是收还是不收 收了呢 显得你很小气 不收的话 就容易伤着领导的面子 骂咋办 收了 这么回答 李总您太可解了 本来是不应该收的 这可是随手的事 但是我担心你下次有事 你不找我 那我可就恭敬不如曾命 高手 你看 这样既给了领导面子 又维护了领导的关系 对付领导 一定要先思考 这样给你推荐一本 回话的技术 会说话 更要会回话 学会了 你离升职加薪 可就不远了 学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